彭湖日前发生拖吊车撞进加油站里 把收费处被撞得残破不堪 原本坐在站内休息的加油站站长 突然间整个收费处被拖吊车重击 办公区域东倒西歪玻璃碎满地 站长捂着头赶紧跑出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闯祸的是拖吊车 这根支撑柱没有完全收合 直接应声声网加油站撞 收费停被撞到四分五裂 可澎湖西雨池东村就这么一家加油站 突然被撞毁 村民要是没有可加影响很大 还好加油站员工临时应变 加上紧急抢修 总算恢复正常运作 至于受伤的站长只能先在家休养 若有需要公益宣传 请洽官方LI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